一首歌 喔 放到有阿Sovid的 哈囉 威如無安 我昨天去買了 我昨天去買了那個 傳統的早餐 我買了燒餅加蛋 還有一個 蔥花捲 因為兩個都想吃 所以都買了 就是一個應該是明天的早餐 明天的早餐 因為兩個都想吃所以都買了 怎麼辦 要吃哪一個 因為我要烤一下 而且在這裡直播好說 就是烤箱都在旁邊耶 好像還蠻適合中午的 Mina選擇困難 選擇困難怎麼辦 都買 都買 但是沒辦法都吃 因為吃不下 這個一個超飽的 坤坤午安 哈囉西蘭 謝謝羞羞的玫瑰 蔥花捲好好吃 可是兩個擺在一起發現 蔥花捲好像很大耶 都咬幾口 這樣不行 這樣子是那種 媽媽看到又會生氣的那種 齁 吃又被我們家哪裡有老鼠 每個都咬一塊 吃咬一塊 謝謝米酒的玫瑰 用歌來決定 用歌要怎麼決定啊 怎麼辦 我真的都想吃 可是我不可以都吃一半 可以都吃一半嗎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不行一定要選一個 謝謝琴虎的玫瑰 哈囉超愛施雅哥哥五安 特別是燒餅很難吃一半耶 就是 不方便 用切的 不能都咬幾口 喔是用切的 你們都要講嗎 我真的想說都咬幾口 可是我這樣要 要怎麼烤 切好的烤 我 我再想一下 先放旁邊 可是我要 我要趕快吃完 我才能講上次的事情 謝謝超哥的玫瑰 每次我自己不能決定 我都希望 別人可以幫我決定 像奶奶就是一個很有主見的人 然後她 她就會幫我決定 比如說 她就是想吃哪一個 那我就 喔那我就吃 你不要的那一個 就是會這樣子 就是如果兩個人一起的話 所以我也會 想說粉絲幫我決定 結果 Mina粉絲是飯水偶像嗎 你們是不是也很難決定 然後你們就是 小孩子才做選擇 都吃 所以各切一半這樣 但是我覺得切很麻煩 因為 因為會 這個上面的 芝麻 什麼呢 而且燒餅很會掉屑屑 就是我一旦切的話 它一定會 掉屑屑 所以我覺得 有一點 不太想去切 蔥花捲 倒是還好啦 可是卡瑞要吃啥 對啊 紫硬幣 其實紫硬幣好像不錯耶 而且 因為我現在是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要吃哪一個 我無法決定 可是 可是我 如果 比如說丟硬幣決定之後 然後比如說我說 頭朝上的話 我就是吃 燒餅 然後結果 投出結果是十元朝上 我就 投出結果十元朝上的話 我就 那我還是要吃燒餅 就是 其實不知道為什麼 只要投出來之後 然後才會 才會發現 喔原來自己內心深處 最想吃的是那個東西啊 可是沒有投的時候 自己一直決定不了 你們會不會這樣子啊 哈囉 浩浩 爺爺 午安 切完再加 我知道 一定是切完加熱啊 不然重複加熱 那個會很乾的 我真的不用比較偏哪一個嗎 現在沒有 不然我來 我來 投個硬幣 還是什麼 硬幣 好我找一下 十塊錢我還是有的 好 所以如果是 十元朝上的話 是吃茶 吃完一個就知道自己想吃另一個 這個 這個是 我跟你講這個是宵夜的時候 最常這樣子 就是 就是 比如說有什麼 或是 比如說我今天買了兩個麵包 也是都想吃的 然後 在選宵夜的時候 就想說 怎麼辦 要先吃哪一個呢 然後他就想說 先吃這個好了 另一個當明天的早餐 然後就把一個吃完之後發現 不行 另一個我也想吃 然後最後就兩個都吃掉了 米娜 米娜你就是這樣子才變胖的 給我減肥 就是這樣子 真的 宵夜的時候很常會這樣子 但早餐的時候比較不會 因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宵夜就會 食慾特別好 大家 應該也會這樣覺得吧 是早上的時候好像 比較吃的不多 宵夜就吃的最多 這樣真的不好 但我最近比較沒有這樣了啦 謝謝蘿莉朗的夢幻煙火 那 可是怎麼辦 如果是十元朝上的話 我要吃什麼 我怕我現在決定 然後我投完就忘記了 有沒有什麼諧音 十元朝上的話 吃 比較圓的 那應該是蔥花卷 那如果是頭朝上的話 就是 吃燒餅 因為 硬幣上面的 硬幣上面的這個人 是 是誰 硬幣上面這個人 是誰 是講 講中正嗎 我有講錯嗎 為什麼這個硬幣那麼髒啊 我怕我講錯 我講對 所以 講 講 講公 講公就是講中的 喔我講對 所以講 講公他喜歡吃燒餅 所以如果是講公的話 就吃燒餅 如果是 十元的話 就吃 比較圓的 蔥花餅 好 蔥花卷 這個Mina的障礙是 她 會記不住 所以我要找一個連結 這樣子 我就 我就可以 我就不會忘記 誰說 我說的 我自己 亂說的啦 我亂說的 沒有 我們先假想 我們先假想 講公喜歡吃燒餅 唉唷 讓我假設一下 我是假設一下好不好 所以 好我現在 可是我要怎麼 欸我有穿褲子啦 我有穿褲子 我怕你們誤會 好 指硬幣 要怎麼指 是用掏的 還是用轉的 勇哥早安 我跟妳講公很熟嗎 戰盃的話就兩個都是 怎麼可能站起來 新版的十元變孫中山了 喔真的喔 真的假的 有新版的 我看看 彈上去拋 怎麼 等一下 我不會我怕我就這樣咻 然後他就垂直落下了 吃了午餐好多意思 可是太難 太難選了 大拇指往上彈 啊我知道 就這樣往上掏 然後用手抓住 是嗎 用手抓住 然後 然後 然後看是哪一面 可是我怎麼辦 我覺得我會被他打倒 救命啊 落下會反彈 那你們覺得我 可是我用手可能會接不住 那 那就讓他丟在這個瑜伽墊上 比讚 等一下 比讚把大拇指縮起來 那錢放在哪裡 用大拇指彈硬幣 比讚 這樣子 怎麼會彈 然後硬幣就不見了 我是不是應該拿一塊錢來投啊 那吃 那吃 那吃燒餅 好 小心點口 但是我裡面 好 我不要 我還是 我不說話 很棒耶 因為烤箱在旁邊 我就可以 你們就不用 看那個沙發 你們可以看 你們可以看到 Mina 的腿嗎 拍個180度 會不會拍那個 180度 我們開五分鐘 結果還是藍色的 到底多愛藍色 我 不用說裡面 不用說裡面 沒有啦 我只 短腿 Mina 對啊 我就短腿 因為倉鼠的腿就是短短 因為倉鼠腿很長就不可愛 來 講公說我才喜歡吃燒餅 所以給我吃燒餅 我都喜歡 都喜歡 謝謝玉蘭的為你應援 Mina太誠實某種方面很危險 你說比如說得罪粉絲的部分嗎 謝謝羞羞的為你應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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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那個石頭掰不動啊 對昨天我在我的IG發了那個 唱了 我挑戰了那個 ETBOSS CHALLENGE 之前潔心也有挑戰過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 這首歌一出來的時候 我聽到的時候 哇賽傻眼 我想說 也太快嘴了吧 也太快嘴了吧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唱的 這是人類能唱的嗎 根本就不可能 然後我就跟潔心說 你聽熊仔新出的那首歌嗎 超快的 然後他就說 好他去聽 然後就 過沒結束就看到潔心就 就PO了那個 就PO在他的先動 就是那個 快嘴的部分 然後 然後我就說 其實我也有戀 但是我覺得 我的聲音就是 因為我唱老蛇就是 興趣 我不是專業的 所以我不敢發在線動 所以我就傳給潔心看說 欸你看我練的 然後潔心 我覺得潔心他給我很多 鼓勵耶 就是 就比如說我 我說我喜歡老蛇 可是我覺得我的聲音不適合 所以我都不敢發 然後結果潔心看了之後 他說很穩啊 你就發 你就發 然後就是 他會給我很多鼓勵耶 比如說我寫老蛇吃 他說你就趁啊 我覺得你可以 欸我覺得很棒耶 就是他一直 我本來不敢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他就會給我很多鼓勵 然後說你就PO嘛 你就發 我就很好啊 然後我就會 我就會覺得好 然後我就POPO看這樣子 對其實我那個 我錄那個線動是 看衣服就知道是 是前天 前天直播完之後 我前天直播到11點 就是生氣的那一天嘛 反正就 直播完之後 我就 我就 再錄那一個 錄那一段 然後 錄完之後 我在想要不要 要不要發 但是 就想說 算了還是先不要 然後後來 我就是結心審核通過之後 然後才想好 那我就 我就煩 他才是姐姐 結心審文 一直記得生氣 對我等一下應該會再 我等一下再直播再唱一次那一段快嘴 然後我有小小改編了一下 詞的部分 喊乳蛋的聲音 我哪有喊乳蛋 但是我 我咬字很輕 而且大家記得 欸 有沒有米粉們也想要挑戰看看那個 快嘴的部分 ATA Boss Challenge 那一段 那一段 那一段就是說 在10秒鐘之內要唱120個字 很快 但是 練完之後很有成就感 所以我覺得 大家 米粉們也歡迎挑戰好不好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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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段就先咬到舌頭 呵呵 你可以挑戰後面那一段就好 十幾秒左右 歡迎挑戰 呵呵 呵呵 加了點生氣元素 感覺更帥 其實錄那首歌的時候 已經沒有 沒有 很生氣了 只是後來 事後再想這件事之後 我就覺得 好像可以用在那天的事情上面 所以我就小小改了一下後面的詞 等一下講完事情 我在 送那一首歌出去 不是 我在唱那一首歌 對 叮了 謝謝太空人看好你喔 真的我覺得 傑星給我好多 信心喔 呵呵 想聽Mina跟傑星合唱老蛇 這個 老蛇合唱喔 可能要給我們一點時間 可以挑戰初音未來的消失 我也有在想要不要來挑戰一些這種 聲音可能跟我比較適合初音的歌 但是那個好難喔 有時間的話來練練看 好難喔 加熱好了 來 來 剛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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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喔 等一下喔 應該要這樣 我想知道你們剛剛看的畫面 是什麼耶 我是消失在鏡頭外 燒餅夾蛋 今天不吃吐司 今天吃燒餅夾蛋 因為講公說她想吃 哈哈哈哈 Mina的襪子是倉鼠嗎 喔 還沒有介紹我今天的 我今天的襪子 這個褲子 腿曬比例怎麼特別多 這個褲子 對 有點短 給你們看我今天的襪子 等一下喔 可是我這樣會不會有曝光危機 這個褲子真的有點短 只是想給你們看我的襪子 我知道我要後退一點 這樣呢這樣看得到嗎 這個是 大家認識他嗎 這個是 我是不是應該 轉過來呢 他是 咪咪啦 不是小葵 是咪咪吧 是咪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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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一說小葵我還懷疑 他是咪咪 他還有腳耶 你們應該這樣看 你們應該這樣看 嗨 等一下我在練腹肌啊 我等一下喔 嗨 嗨大家好 我是 咪咪 好累喔 好累喔 我的腹肌 我的腹肌 好累喔 我可以吃早餐了唄 你們不要亂Q 好吧 我沒有Q襪子 我就想給你們看 哈囉博弈 剛進來的人想說是在幹嘛 一個頭有一點長 一個頭有一點長 我要開動囉 開動囉 一進來就看到荒謬 荒謬 你在說話 不是我 好 感覺可以再烤脆一點 感覺可以再烤脆一點 溫溫的也很好吃 頭髮很長很像美亞 我的襪子可以對話 對啊他們左邊跟右邊會一起對話 因為晚上的時候都很吵 一直講話 我差點我就睡不著 才十秒就累 不是我剛剛那個姿勢真的很困難耶 就是我不是一般的 一般的這樣子hold住耶 我是斜的 因為我身體不然會擋到襪子 都是斜的耶 小龍舞啊 Mina喜歡吃燒餅油條嗎 嗯 是講公說她喜歡哪 不是我 謝謝小千的水洗香油 嗯 很好吃啊 這邊也有豆漿 你看倒的比較多一點 半杯多一點 你看她常說 配這種比較乾 它能跟史怒比對話嗎 因為我不會把他們穿在一起啦 你看她很明顯穿錯的襪子耶 吃過午餐才來看 嗯 我還沒有吃 那燒餅油條都 漲價了 你看她是最紅的玫瑰 我突然想到我昨天 要準備去買這個 早餐的時候 我在騎腳踏車 那時候是晚上 就回家路上有經過 我就順便買 然後 我騎的時候 看到就腳踏車道不是都在人行道旁邊嗎 我在騎的時候就看到人行道那邊有兩個男生 一個是看起來25歲左右的 算年輕的男生 然後還有一個是看起來好像有30 30、40歲的一個大叔 然後他們兩個 兩個面對面戰的 然後臉色蠻臭的這樣 然後但是我戴著耳機 我不太知道他們是在講什麼 還是在吵架不知道 但是我就 有看 遠遠的有看到一下 然後我就騎過去 因為當我騎過去的時候 我一騎過去 然後他就欸的叫我 這很大聲 我一騎過去的時候就欸 所以就是在叫我啊 可是我不敢回頭 我想說 因為我剛剛看到他們的臉看起來好像很壞 然後所以我就 不敢回頭 可是那個時候 剛好在等紅綠燈 而且是剛好變燈 然後那個紅綠燈大概有30秒 我不敢回頭啊 然後我不知道是哪一個人叫我 好像就很紮身就 就欸的叫我 然後我就不敢回頭 然後我就在那邊等紅綠燈 我想說 我好久喔 然後 我沒有回頭 然後大概過了兩秒鐘之後 然後他又在叫我 他就說 欸 妹妹 然後就是 可是我沒有辦法學那個很兇的 就是大叔很聲音 很聲很低聲 妹妹 就是吼我 然後 一直吼 他在喊了我 六七次 妹妹 妹妹 然後我就 我一直都不敢回頭 然後大概喊到第六次 第七次的時候 我想說 因為那時候在等紅綠燈 然後 那時候連路人都開始在看我了 連路人都開始在看我 然後我就想說 我到底關我什麼事啊 然後 可能我前面都掉 沒有 我真的沒有掉東西啊 我真的沒有掉東西啊 我的包包 我昨天就是 我最近很常背這個包包 就是這樣子的 就背在身上 我不知道為什麼一直叫我 喊位的很容易 老實說他喊妹妹 然後 對著我喊 而且喊到所有路人都在看我 然後我想說 所以真的假的 是我嗎 的時候 然後 然後還好那時候變等了 我就趕快 我就趕快走掉 然後我就去買 我就去買 這個消夜 然後在等的時候 我就看 我就看剛剛那個方向 然後我就看到警察在那邊 就是 剛剛沒有警察 就是 也沒有 警察沒有那麼迅速 但是因為 我點這個燒餅加蛋 他蛋要煎一下 反正就是 就是等 在等的時候 然後大概 過了一兩分鐘 然後轉過去的時候 警察怎麼就在那邊了 所以話講 我不知道了 我也不敢再看 我覺得好恐怖 就是 我第一次這樣子 就是 莫名其妙在路上 被不認識的人 這樣子 這樣子叫 就是 因為我回家 我跟奶奶說 然後奶奶說 會不會是你鑰匙掉了 為什麼大家都覺得我掉了 沒有 他說 他說奶奶是說 會不會是你錢包掉了 可是 重點是 我在買東西的時候 我就 我就有拿錢包啊 而且 一定不可能有掉東西 這個袋子也沒有動啊 聽起來像八九嗎 我不知道耶 可是他們也沒有到那種 就是一般穿T恤 八九不是應該穿什麼 吊嘎背心 那種嗎 然後一邊 嚼檳嚷什麼 但是他們也 沒有 就只是兩個人看起來 不知道在幹嘛 真的不知道在幹嘛 他想叫我幫他叫警察 不是 重點是旁邊也有其他路人啊 他們已經 喊我喊到其他路人都在看我 我想說 我又不認識你們 這好丟臉 幹嘛 幹嘛看我啊 我還跟那些路人對視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重了沒有 想說我真的不認識你們 我的菜燃掉了 沒有啊 沒有啊 真的沒有 一直自言自語的關係 其實捷運還蠻多這種 路上也蠻多的 注意腳踏車有沒有東西不見 不知道耶 應該沒有吧 真的我覺得很恐怖耶 被那樣子叫真的好恐怖 如果有掉東西 那我在那邊等30秒的 紅綠的時候 他完全可以 多講點什麼吧 或是你東西掉了 或是什麼的 怎麼會一直喊我 喊到好像 好像我怎樣了 我沒怎樣 我覺得好恐怖耶 就是不知道什麼原因 所以才覺得很恐怖啊 就是 很兇的一直喊我 在山蟲很常見 腳踏是山蟲人喔 他們只是喊而已 但是我不知道 如果他那時候 喊我 然後我馬上回頭 或停下來說 欸幹嘛的話 會怎麼樣耶 因為我那時候 我真的 我真的害怕 我不敢回頭 我超實在的 我真的不敢回頭 我已經到 很多路人在看我的時候 我想說 路人那麼多 應該回頭沒怎樣吧 然後我 其實我心裡很想知道 他們到底是 叫我幹嘛 可是我一個人的話 我會害怕 可是那時候 有其他的路人 我就想說 應該不會怎樣吧 所以我才回頭看 超恐怖的 可是那是後來啊 後來才有其他路人 因為那時候 我那時候騎過去是剛好變燈 正開始等的時候 還沒有看到其他路人 你要唱一下永恆不回頭嗎 可是我後來回頭了 那人家不是說什麼 深夜一個人走在暗巷的時候 千萬不要回頭嗎 因為回頭可能就會 好啦 但是我是還好啦 因為明打沒有做壞事 所以不怕 不知道為什麼叫我 但我後來就看到警察來了 我想說 是因為他們一直 到處叫路人 然後有路人報案 警察才過來 還是怎樣 後面的音箱看起來很酷 哪裡有音箱 喔這個嗎 這是貝斯的音箱 小小的 小熊上次回頭了 然後 然後就變成熊熊了 亂喊看 會不會回頭 就跟叫美女呀 像是在路上叫美女 然後所有人都回頭 叫我 好 不知道 反正後來沒有怎麼樣 但是就很恐怖 就是真的被那樣一直喊 一直喊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 這紅綠燈 30秒太漫長了吧 今天是去錄風格 因為沒有畫底妝 我覺得今天看起來有點 有點暗淡 再加個特效 因為Mina常常遇到恐怖的事情 我也覺得耶 為什麼我都會遇到一些 怪眼 像是有人叫帥哥你回頭的 被說不是在叫你 我怎麼有那個畫面 帥哥 不是在叫你 不好意思 超尷尬的 我想到昨天跟奶奶一起去買衣服 然後 然後奶奶跳一跳 然後他就跳到一件衣服 然後他就 他就給那個人說 我要這件 然後這 他給的那個人 他不是店員 他也是 就是衣服 不是通常就是一桿這樣掛在那 然後奶奶在外面這邊 然後那個人是站在裡面挑衣服 然後奶奶跳完之後就說 我要這件 然後那個人明明就背著包包 老闆娘怎麼可能會背著包包 老闆娘或店員怎麼可能會 背著包包 他明明很明顯就是 就是 就是買衣服的人 而且他朋友兩個也站在旁邊 然後奶奶就說 不好意思我要這件 然後他說 你要跟裡面的說 然後我在旁邊我就抱笑 我想說 我想說他到底哪裡像店員啊 超尷尬的 他的 他其實長得真的蠻像店員 但是他背著包包 所以我可以判斷他不是店員 因為他會擁有陪我一步一步馬的 晚上遇到有人在叫你 其實他是在跟藍牙手機講話 喔對 我覺得現在在路上 有時候看到一些自言自語的人 以前會覺得 怎麼有人在自言自語 會覺得好像有點 怪怪的 可是 可是 現在如果有人在自言自語的話 就想 他應該是在用藍牙講電話或什麼 長什麼樣子會像店員呢 服裝店的店員好像還蠻多 都是 就是會染很淺的咖啡色頭髮 然後直直的這樣子 不是黑腸直 咖啡色腸直 的那種髮型 然後眼妝會蠻重的這樣子 就長得很像店員 其實我也覺得蠻像的 我第一眼看我也以為他是 他是板娘 可是 只是看到他背包包我就想說 不是 然後再看一下裡面還有人 我就可以判斷 然後結果奶奶已經就說 哇這件 然後我就覺得 奶奶 在捷運上面跳舞 誰會在捷運上跳舞啊 可以幫手機充電的電源 幫手機充電的電源是怎樣 跟那家店穿同色系的制服 就是一般服飾店 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制服啦 他們通常會穿自己 店裡這一季主推的商品 然後你在逛的時候就會說 欸這套很多人買喔 你看我身上 就穿這套 我自己都包色買了好幾天 我去每個服飾店的店員都會這樣講 他都會說 這我自己都好喜歡 我都留了好多件什麼什麼的 拜登堂店員都不會被誤認 我覺得服裝練的比較難 因為沒有制服 謝謝正人的花枝金串 你被組織醫生誤認是醫學系的學生 蛤為什麼 這一季主推超短短短褲嗎 這一季主推老鼠 而且大家知道嗎 我的老鼠後面有屁股喔 你們要看嘛 你們看 你看到嗎 沒有跟你們看過後面 然後我轉過去的時候 偷偷咬了很大一口 燒餅 你們還要看嗎 你們說想看 我就可以再轉過去給你們看 然後我又可以偷吃很大口 屁屁 好那我 那等一下等我先吃完這口 你們都是背面 真的耶 他怎麼沒臉 我是什麼那個 歌唱比賽的評審 那你們先 你們先唱歌好不好 你們現在先唱歌 然後我如果覺得好聽 我就會 我就會轉身 我現在是評審 評審在吃燒餅 評審在吃燒餅 這個唱的不錯喔 紅包 騙我 為什麼我不能搶 他說我網路異常 嗯 嗯 什麼啦 紅包一搶完 謝謝紅包喔 嗯 兩個都沒搶到啦 按你有沒有按你有沒有轉身 嗯 嗯 有啦 有按呢 嗯 嗯 嗯 這還最近怎麼嘗一嘗 嗯 壞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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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要轉身嗎 我還要轉身嗎 我不轉身耶 我不 嗯 嗯 嗯 好那總是我不轉彎 不是我不轉身 怎麼唱我都忘記了 等一下 我被女孩洗腦 先暫停一下這手 那手怎麼 放進 自己 放了 我不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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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不會再轉身了 謝謝 不轉彎了啦 我們要亂發紅包 你們不是壞蛋 只有燒餅夾蛋 蛋牙 把壞蛋都夾進去 燒餅裡面 不是轉彎嗎 可是我沒有要轉彎 我是不轉身 我亂轉彎 沒有亂轉彎 本來就是這樣子唱著好不好 謝謝我的玫瑰 玫瑰 因為我會講玫瑰啊 好 吃差不多晚了 我可以講一下上次的事情 邊去邊講哈 會這樣好吃嗎 特別好吃 特別香 為什麼我剛剛覺得 我的鼻子被什麼東西 炸到了 我想想要從 要從哪裡講起好 就是上次直播的時候呢 有一個粉絲 有一個粉絲 讓我有點生氣 就是呢 在我 在我唱歌完 然後 唱歌完 我通常唱歌不是都會 分享一下這首歌的故事 然後還有我的一些 想法嗎 就是唱歌前唱歌後 不一定反正就是會分享一些小故事 然後當我在分享小故事的時候 然後就有一個粉絲進來 沒有要哭 是想要講一下我自己的感受 結果粉絲進來就說 就說 恩 因為他是香港粉絲 對對對 但他不是 如果翻成 他就是打那個 對有粉絲說 可能會不會是 語言不通 所以造成了誤會什麼 總之那有兩派的想法嘛 一個就是以和為貴的想法 就是說 會不會是 語言不同 所以可能造成了一些誤會什麼的 但是我想說 真的不是這個問題 然後 他打的 有人說 簡字看不懂 他不是打簡字 那個只是香港的 一些口語的 方法會直接打出來 那不是簡字 我想要講一下 對 然後 然後 對 有粉絲是覺得說 可能是語言不同 造成誤會什麼 但是沒有啊 他那句話 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說 傻子 傻瓜 你這麼晚了 還不快點睡覺 如果可愛一點講 大概是這種意思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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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狀況下 我生氣的點 並不是他前面的那句傻子 而是後面 他就說 你為什麼不快點睡覺 就是 正當我在分享 而且那首歌是 就是有 那時候我記得還在分享美情的 藍樂這首歌 然後我就說了這首歌 我之前唱好幾次都會哭 就是我在分享我的故事 然後我也講到有點 就是內心深處 有點想哭的感覺的時候 然後突然看到這一則留言 我覺得非常的 掃興喔 這個不是 語言的問題 就是我很在意的 就是說你為什麼 沒有想要了解我的故事 然後 卻趕著我 趕快下播 我就覺得 很不尊重 對 然後加上前面那句傻子嗎 我覺得因為像那個粉絲 他之前也常常說我是諧星 那他發生這個事情 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我才會 比較沒有耐心 就是 就是怎麼講 像他之前 就是如果說今天呢 我覺得要看狀況 是諧星這個詞 沒有說好 沒有說壞 但是 但是要看在什麼情況講 就是 比如說我今天就是 很好笑 我在講個很好笑的事情 然後你們就說 哇咪娜今天 就很好笑 很諧星 然後可能就是覺得 喔對啊 去諧星啊 就是可以笑笑的 可是 可是那天 可是如果 有一次我也生氣 也是因為同一個粉絲 就是我那天 頭髮 我的瀏海 是把它分到了側邊 因為我有時候也會 也會側分嘛 然後我就換了一個 造型 這樣直播 然後他竟然說 你今天打扮得很諧星耶 然後我就 我就生氣了 但是我那時候生氣 並沒有到那麼的 那麼的 因為算是 嗯 我覺得還 我算是 有點當眾嗆他了 沒有錯 但是 那個粉絲本身是 喜歡被嗆的人 如果我的定義沒有錯 也可能是我誤會 但是 我那次只是開玩笑的 就說 就說 你這樣子以後會 交不到女朋友喔 就是女生換了一個造型 你卻說 他看起來像邪心 沒有女生會開心 其實我那時候有一點生氣 但是我是用比較 搞 有點像是 搞笑嗎 也不算搞笑 只是有一點 有點隨便的帶過去了 有點隨便的帶過去了 就是說 你這樣會交不到女朋友 就是有點 有點嗆粉絲啦 但是 因為我覺得他 在我換髮型 說我邪心這件事 就是我自己是覺得不准種 我覺得不好 然後 那 換到那天其實 衰妹這個詞 也不能說好壞 沒有什麼好壞 就是 跟邪心我覺得是差不多的 沒有好壞 可是我 蠻介意就是 在 就是他趕我 下播這件事 而且他自己也沒有 準時進來 可是 每次一進來就是 講這件事 所以我才不開心 也很喜歡被嗆 這邊很多粉絲喜歡被嗆 那我就在 那我也自己在想 自己 這樣子 直接點這個粉絲出來 講 是不是對的 那我後來想了一下 我覺得 我想了蠻多的 我就在想說 因為當然就是有兩派說法 就是 一派就是覺得說 可能就是 因為打字 文字是沒有溫度的 有可能是我誤會了 他可能是 搞不好他的語氣是 你早點休息啦 什麼的 有可能是講 但是我誤會了 或是什麼的 有可能 但是我覺得 當下講那句話 就是蠻破壞情緒的 就是 我自己覺得不太尊重啦 有可能也是誤會什麼的 但是我就覺得 我越想就覺得 越委屈耶 就是覺得 原來偶像是這麼 卑微卑賤的一個職業嗎 就是 就是 我甚至 連 我每天要接受 我要給你們正能量 我每天要接受 這麼多負面的情緒 或是什麼壓力等等的 然後我居然連 自己的一點脾氣都不能有 就是這麼的沒有尊嚴 不管粉絲說什麼 然後我居然 對我 我也在想我自己有沒有辦法 用更成熟的方式去解決 但是我就是 想一想就覺得真的很委屈 那 我在想 那我也在想說 如果今天又再一次發生 就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選擇 我會不會 這樣子 就是直接 嗆那個粉絲呢 然後我想了一下 我就覺得很委屈 我覺得 我還是會這樣子做 就是 如果不這樣子 的話我覺得好委屈 不講出來的話好委屈 可是我覺得我 做不好的點是 我不應該直接點出他的名字 就是 這個行為是不好的話 我就直接說了 我不喜歡 這個行為 把它講出來 但是我覺得 我不應該直接點出他的名字 就是可能會 可能那個粉絲也會很受傷 或是什麼吧 就是 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還是會 不開心 我還是會嗆回去 但是我覺得我不要 可能不會點他的名字 那我也在想 如果之後又發生 別的粉絲 做這樣子的事情的時候 我應該要怎麼解決呢 像 像 嗯 七七或者是 施雅吧 我覺得他們在我心中 都是比較 姐姐的樣子 好像很常看到他們 在直播生氣 發脾氣 因為我覺得 我可能自己也有點 小孩子脾氣吧 對於這樣子的 一些 一些 留言啊 我就 我就是會很想要 嗆回去 我的個性吧 我也在想 我有沒有辦法 就是用更成熟一點的方式解決 可能忽視他 或者是 用好笑的方式帶過去 但我也不知道怎麼樣比較好 但是我覺得 我也是有我的情緒啊 我到現在我覺得這件事 依然沒有什麼解決方法 因為這樣子的粉絲 就是 依然會存在 之後可能也會有其他 新進 新進的粉絲 可是他也是 就是 比較 就是只想到自己吧 可能沒有站在別人的立場下 對 對 對 我覺得我可能 自己的 EQ 也不夠高 希望之後可以 就是遇到這種事情可以更 輕鬆的帶過去 因為 因為 不然每次都這樣子 發脾氣 好像也 也不太 也不太好 你說上次生氣那段 還是哭哭這一段 我本來想說 沒有要哭了 可是我講一講又覺得 很委屈 謝謝瑞蓉的愛的熊抱 進來就氣氛有點疼了 沒有啦 就是 等一下沒事我擦乾眼淚就好了 謝謝Steven的守護靈 最好的方式是直接Ban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 因為我之前其實遇到一些 不喜歡的留言 我可能就直接Ban掉 然後就說 Ban掉之後我才說 我剛才Ban了一個人 因為他做了什麼事 可是因為這個粉絲也算是 算是個老粉絲了 所以我才 沒有當下就Ban掉他 我覺得他應該是 可能 開玩笑過了 所以我 點他出來 讓他知道 但是顯然是 他並不知道 所以我就覺得 啊 用錯方法了 那時候應該就直接Ban掉了 為什麼多講了 反而多錯了 所以 自己也有點後悔 其實Ban掉也不用說出來 可是我 怎麼講 我希望大家 大概知道 就是Mina 雖然平常 傻呆呆的 我覺得我的脾氣也算不錯 但是 但是 我還是想要大家知道 就是我還是有生氣的 點 就是 比如說講音樂這一塊的時候 打斷了我 或是什麼 我就會覺得 或者是現在Mina已經在哭了 然後有個人進來 就說 就說什麼 你還不趕快下播啊 什麼的 然後我就會覺得 很煞風景之類的 然後 對 然後 然後我就覺得 但是我這樣子 可能就 因為我講話太過直接了 那導致我就 我就失去了 一個粉絲 不只一個 有可能是一些 會不會有一些粉絲 就是 當下看到覺得 欸原來 原來我的小偶像 他原來 會生氣欸 他原來 偶像不是都 都不會生氣嗎 偶像不是都是 偶像不是做什麼事情都是很 就是 偶像應該是怎麼樣的一個形象 就是什麼 偶像的世界都是粉紅色的 可能會有這種遐想吧 我不知道 但是 可能就 被Mina突然的 生氣而嚇到了 然後就 可能就退坑了 也說不定 因為 其實 在這直播的 一兩年以來 我也知道 有 有一些粉絲之後 都沒有再來看了 就是可能跑去犯了一些 什麼 可能跑去追 上海團 可能跑去 追地下團 那就沒有再繼續 Follow TeamTP 然後有些人可能覺得說 營運做事 怎麼那麼雷啊 那就不想繼續支持了 就是 其實這些想一想 也是很委屈 就是 成員也都是 又想哭了 因為 就是成員也都是很努力的 可是 有時候要因為一些外在藝術 然後 導致失去了一些粉絲 都覺得 也是蠻難過的 其實轉推 還蠻多的啦 那轉推可能 不見得會在這裡 或者是 怎麼樣 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 但是這是很常見的 沒有一個粉絲 會 一直陪 陪著你 就是 而且男生 又很多都很花心嘛 看那可愛妹子 就最可 好啦我這樣講 會不會又被 又被討厭 不見得每個人 每個人都是這樣子 但是 現在在這邊 在這個直播間 聽我講這些 邊哭邊講一些廢話的你們 我覺得你們都很 你們算是很好的粉絲 等一下 換我被泡 就是小部分 還是小部分有一些這樣子的粉絲 但是都是 我們要面對的嘛 本來就是這樣子 我也有女犯 嗯 是有啦 只是好像女犯比較少來看直播 但是以比例來說 我的女犯的比例確實是比較少的 然後 我還有什麼沒有講到的嗎 事前 然後還有之後如果再發生 怎麼解決 還要什麼漏獎的 謝謝阿當 住的小熊抱抱 怎麼解決喔 怎麼解決的話 我 我覺得這個 這次可能就因此損失了 這個粉絲 或者是有更多粉絲 我不知道 但是 我覺得 可能就是緣分吧 就是 嗯 一般來說如果 失去了一個粉絲 我 即便只是一個粉絲 我也會覺得很難過 就是 但是這個粉絲 如果他真的沒有 覺得自己有錯 然後 沒有 決定要 退坑的話 沒有到退坑 不 不推 米娜了的話 我覺得 我是覺得 我也沒有到特別難過 因為我覺得就是 就是緣分到了 對不對 就是 如果不懂得溝通的粉絲 我會覺得 我不希望他出去說 我是米娜的粉絲 就是 我覺得你們都很好 你們都很好 就是 你們是我出去可以說 欸 你們就是米粉 你們是推米娜粉絲 我可以很驕傲的 說 因為你們都是很善解人意的粉絲 但是 不善解人意 不尊重別人的粉絲 我出去我不敢說他是我的粉絲 因為你們知道有一些 有一些 壞 也不能說壞粉絲 有些粉絲就是 自己以為這樣做對偶像是好的 但是其實實則上幫偶像燒了黑 所以 我想了一下 我覺得 如果損失這樣子 素質的粉絲的話 好像也 沒什麼不好 就是 雖然我真的少了粉絲 但是 也不能說鞏固嘛 反正就是 至少現在的這一群粉絲 是 我覺得 是我很認可的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哪個我現在不喜歡自己粉絲多 但是像我這種個性就是 我其實很怕我就是這樣會嚇到不少人 嚇跑不少人 所以 真的是好難做人 對我不希望你們會是 會是那一群就是 人家覺得很惡界的粉絲 守華哥都說你是壞蛋 為什麼 因為把我的 我的 我的心偷走了 哈哈 哈哈 就是你們很常對我說的話 五彈老師今天第一次看我的直播 真的假的 怎麼會今天才第一次看直播 謝謝小千的祝祝你喔 奧卡到底算不算是客人 對真的好真的很難耶 就是 就是 像我做服務業也蠻久的 大概五六年吧 五六年有那麼久 有耶有五六年耶做服務業 但是真的做服務業 因為我不是老闆娘 所以我遇到奧卡 對 就是罵我的時候 我也只能點頭就冷了 就是有時候客人真的很多 然後 真的忙到不可開交 然後以前打工店 因為有樓上跟樓下 真的很 真的很忙 然後 然後 廚房都已經忙不過來 然後外場也是一堆客人 然後 等 等外帶內用的人一大堆 然後有的客人就會不耐發說 那怎麼等那麼久 那你怎麼樣 然後就會開始罵我 劈頭就罵 那就很委屈 可是我不是老闆 所以我就只能 就只能 就只能一驗下去 可是我在想 如果我今天是老闆娘的話 我可能 我會不會爆氣啊 就是 就說 現在你說這個要等了 你為什麼 可能會 我不知道耶 我應該不太適合當老闆娘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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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為我的員工不捨 可能就會出來罵人 因為其實 因為我們以前店是賣那個小籠包的 然後他是現真的 那至少都要等十分鐘 然後有的客人等十分鐘就不耐煩了 可是我們明明每次都會先講說 如果點湯包要等十分鐘以上 我可以等嗎 可是有些人等一等說 我真的趕時間了 我不要了我要走了 然後就 那那一龍怎麼辦 就 很多這種狀況會發生啊 但是就 當 就是當員工的話 就只能吞下去 可是 不想等的是奧洨 也不算奧洨 也不算奧洨啦 但是 我覺得 如果有先講 他說Ok 但事後卻說不行的話 就是奧洨 也不能 好像也不能算是ок 可能人家真的很突然趕時間 所以這真的很難界定 真的很難界定 那一龍米娜吃掉 沒有那時候我們就會祈禱 然後祈禱下一個客人要點小籠包 然後就可以剛好送出去這樣子 但有時候真的就會人家就走了 然後那一樓我們就午餐就加菜 員工加菜 其實還蠻開心的 但是就是老闆娘虧錢啊 有時候這樣子多的我們就中午員工加菜 主要是看態度 其實態度也是 同一句話不同的語氣講出來就會差很多 謝謝志弘的帶你去流浪 好我在想 補一下唇膏 我來唱一下 88bars的後面那一段好不好 然後順便 因為我剛剛講那件事情還蠻 我覺得還蠻貼切符合這首歌的 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莊凌雲 最近的事情不是新聞報的蠻大的嗎 但是我們都不是當事人 其實這件事情大家都不是當事人 我們也不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我昨天是 我昨天晚上看了 就是記得去訪問蕭敬騰的那個報道 然後我看了之後也是眼眶泛淚 我覺得蕭敬騰真的是好暖喔 但是他講了一句話就是 我們不是當事人 我們永遠不知道他受了什麼委屈 然後就有點覺得 真的當演藝人員真的好辛苦喔 就是 承受的很多 所以是要唱傻瓜嗎 我記得 雙齡我之前 認識他是在 在聽 我是看那個森林之王 然後他唱 讓我為你唱新歌 那首歌 就是他的聲音很乾淨 唱那首歌真的很好聽很好聽 然後他後來也有發一些個人的 個人的 單曲什麼的 但是因為自己現在也算是走在 演藝圈這條路上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以後會怎麼樣 但是我就會覺得 我會不會有一天受不了爆炸了 然後 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說 就是我身心很健全 就是我 我有音樂 所以 音樂常常給了我很多正能量 就是 在我覺得很脆弱的時候 只要有音樂我就會覺得 又復活了 沒有我沒有很傻的想法 我只是 對我不會 我只是說 因為我有音樂所以我不會 我不會有不好的想法 就像可能大家會覺得 Mina怎麼聽什麼老舌 什麼 什麼 搖滾樂 死亡金屬喉腔 就是 那個真的是我很 黑暗面的 就是黑暗面的一面吧 就是 但聽那些歌讓我覺得很 很放鬆 真的我覺得玩音樂真的是 拯救了我 就是我的一個 發洩的出口 補一下 來 唉呦這個 顏色好像有一點 太深了 這個顏色太深了 換一支 Mina旁邊到底有多少支口紅 換一支比較粉一點的 好像比較好 路人說他跟我那麼多 對然後說到這個我想 我又講到一件事 我怎麼那麼多事情 就是 ADI BOSS這首歌不是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我覺得算是神曲啊 就是 不管歌詞也好 節拍也好 就是這首歌都讓我覺得很神很酷 但是呢 我依然看到底下有留言 就說什麼 就說什麼 這首歌有什麼了不起 超簡單的 然後我就想說 就覺得這首歌很 很easy很爛什麼 然後我就想說 真的網路上留言 真的都不需要負責耶 就是 這樣的歌還是 還是 就是還是有人說很簡單很爛 那 我是不相信打這句留言的人 自己 寫得出這樣子的歌啦 但是就覺得 網路的言論真的是 都很不用對自己負責 都很不用對自己負責 就是不管是怎麼樣的人 怎麼樣的作品 都會有一派 有那麼幾個 就是喜歡惡意重傷別人的人 但他也許不是真的討厭你 只是愛酸 為酸而酸 對 但是 但是大家要知道 那種負面留言 就是 比如說在一百則留言裡面 那負面留言可能有十則 可是那十則你每一則都會覺得 在刺你的心 就是 負面留言 往往就是 就是那麼幾句話 但卻還可以傷透一個人 就是即便他只是那少數 但是就是會 不知道為什麼耶 就是人就是會對那種負面留言 特別的在意 然後你就會把它放大再放大 然後就會 就會變得更脆弱 不要在意那些話 對 只是因為 想到最近的那個新聞 然後就覺得 就覺得 就覺得 嗯 真的是 永遠不知道別人承受了多少委屈啊 那我來 我來唱一下ADA Boss後面的那一段 我覺得還蠻符合就是 就是 就是給那個不好的 也不是 不要只給那個不好的粉絲啊 但是就是 蠻符合我的心境 所以我來唱一下那一段 發洩一下好不好 我今天開一個小時好了 因為我上次開了兩個小時 那我來唱一下 這首真的很好聽 喔剛剛有人問我那段練了多久 我練了差不多 我練了差不多 半個小時左右 你看 才短短十幾秒 練了半個小時 被Mina的笑容之餘 可是今天的Mina一直 一直在哭哭 明明都不想哭 每次都 控制不住 謝謝Akia的問你應援 Mina要唱很兇的歌囉 欸我有改歌詞 但是我 我好怕我等一下會 唱很舊的 我想一下喔 讓我想一下 半小時很強 可是只有十幾秒欸 但我其實我想把這首歌 整首練完 有機會練完的話 在直播再唱給你們聽 好讓我想一下這個歌詞 我們先從前面一點聽 很好聽 欸不行欸 他放的話 我就沒有辦法想下面的歌詞 我只有改了一個我覺得 好我把它打起來好了 我怕我等一下唱錯了 整首多長喔 整首是 2分58秒 快要3分鐘 但是我覺得整首都很 都很經典 派你 派你是什麼意思 好 哈囉詩人 等我一下喔 就改了幾段 幾個集聚而已很快 好 鼻子都紅了一大點 讓我 蹭蹭鼻涕 Mina今天心情不好嗎 沒有心情不好啦 只是 想要 講一下 就是上次直播的事情 所以 派我就是台語的兇 我知道啊 很派就是很壞的意思嘛 等我一下 等一下喔 剛好看兩次都看到真心情 我說我這樣 個性太直真的不行 我要再調整自己 要更 更大人一點 嗯 好我想一下這樣可不可以 好可以 那我來唱了一下喔 可以送給網路鍵盤手 唱完就關台 其實我又快要播一個半小時 好 開心 可惡 所以我剛才看的歌 只要唱 唱錯了 就是送給酸民鍵盤手 然後想到上次那件事就是這樣子 就是 就是 後面我自己改的啊 就是 我覺得 真的是很多酸民鍵盤手 以為自己很幽默 然後 我覺得我上次那樣當眾對象 就是 殺雞儆猴 就是 這樣講會不會很恐怖啊 但是我希望之後沒有 沒有人再像那個粉絲那樣了 好 還沒準備好我就 我就結束了 喔 我也很想再一次耶 因為我剛才第一句唱錯了 跟我自己打的不一樣 速度很用 聲音不夠熊 對啊 我聲音真的沒辦法熊 我已經 我已經 盡力了 我真的沒辦法 而且我已經有壓低聲音 也聽不出來 家裡有沒有吸塵器 蛤 為什麼還會問我 我家有沒有吸塵器 我家看起來很髒 是不是 看完拋一下 你就會覺得沒什麼 喔 你說因為裡面的人講話都很快 我自己說你不要把拋一下 是你把拋一下 我就不要跟你說 就這樣 很快 當然家裡有吸塵器啊 聲音太高 可是我有壓低了耶 就是我之前其實有試過 就是用我一般講話的聲音 然後我就會 叫我不禮得不禮 就是聲音太高了 然後我覺得 不夠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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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兇 然後我就壓低了 就變成就是IG的那個版本 還是不夠低嗎 而且其實比較低 比較累耶 就是 就是因為他這首歌 你整個唱 你都是不能換氣的 你要一直到 太多人撈伸個手 然後你才能換 才能吸氣 然後你前面都完全不能換氣 然後我就 我發現 我只要聲音變低的話 我就會 要用更多的氣 然後我就會很難 hold住 就是我原本的話 原本的聲音 就可以很輕鬆的 在我那裡 可是我如果聲音壓低的話 我就會 可能唱到前面就有點 快喘不過氣的感覺 等等會叫我拿吸塵器 為什麼 有分別嗎 有啊 等一下 一個是 一個是 叫我不理的 不理的我不理解 還有這麼多的 不行 自己以為自己有多了不起 一個是這樣子 然後壓低的話是 叫我不理的不理 我不理解問何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聽得出來嗎 有吧 有吧 一個比較高一個比較低啊 聽不出來嗎 廢火量要夠 對 等一下 你們在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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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有啦 有人聽不出來 真的有差啦 有差啦 就是略低一點 不能再低 再低我已經沒有辦法說話了 好不好 就是我可以再低 我當然可以再低 就比如說像 勒筆手區的這支聲音 就不一定 可是這很累耶 我這樣我真的沒有辦法好好講話 真的沒辦法念完那一段 又演成功 對 我也覺得蠻好笑的 情緒要有聲線放鬆 但是我還是要說我的聲音 真的不是很rap 我只是喜歡而已 但是我 我的聲音真的太小孩子了 我真的沒有辦法很兇 我真的沒有辦法很兇 0.5倍數聽起來有差 真的有差啦 好啦 好啦 怎麼辦我又卡在了一個 有點奇怪的時間 現在是1點19分 還是我就播到1點半 其實證人聽不懂rap 你是說聽不懂歌詞在唱什麼 還是說 還是說 因為太快了 所以 聽不懂唱什麼 因為這個真的太快 我第一次聽的時候 結束了 就是要看歌詞 再來聽一次 嘿嘿好聽 那我繼續把我的削餅 它都冷掉了 裡面有很多八八 好像看到蚊子 聽不懂看歌詞就懂啦 講完排名差不多 講排名不能不用花一兩分鐘啊 看了歌詞一次之後 大概記起來就懂在說什麼 可是它後面 中間啦 它中間有一段 太快了 我還沒有練好 對阿還沒試完 因為剛剛 其實差不多飽了 想說想要先講一下 本來又開到1點 所以要趕快講 然後結果講一講 又講太多了 rap排名 什麼排名 你說我的 rap rap的 idol的排名嗎 呀呀要走了呀呀 拜拜 今天的午餐是燒餅 對啊 剛剛一開台就在 就在 糾結要吃燒餅 還是 蔥捲餅 可懂嗎 吃完燒餅又看著蔥捲餅 好想吃喔 可是不行 吃太多了 明天再吃 MINA第一次聽的時候 聽得懂在唱什麼嗎 聽得出一點 這個 奧林匹克等級高級動作 就是會有幾句特別清楚的 會有印象 然後其他就是 聽不太懂就要看歌詞的時候才懂 喔原來他是在唱這個 喔用rap念榜喔 要怎麼念啦 有點難 MINAMETAL都聽哪團喔 沒有 沒有 我沒有 其實沒有特別愛聽 METAL 但是 如果有聽到的話 就是會 隨便聽 就是會有那種播放清單 隨便放的 我今天 我今天freestyle了嗎 我沒有freestyle了 rap念榜也太討厭MINA 對啊 很難 每唸完以後面都加油 好啊 哈哈哈 METAL 台灣的話 血肉果之機 算是 算是METAL團嗎 沒有把念滿30秒的解釋 是變超快的 國外的話 我想想 有什麼團 一時想不起來 我最近沒什麼在聽METAL 其實 台中出生 誰也是台中出生 博弈的老師在裡面 蛤 真的假的 什麼吉他老師嗎 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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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聽過 沒有 我真的假的 什麼吉他老師嗎 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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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首歌就是 放謝加奈的歌 就突然 那個 畫風 變得好快 只是我聽歌真的是好隨機耶 我很喜歡隨機播放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下一首是什麼 居然還是對的耶 好 MINA現在很少在談貝斯 有 我有在談貝斯 我沒有把影片PO在IG 就不代表 我沒有在談好嗎 你們都吃完午餐 應該剩我吧 到現在 中間差不多 我沒有把我的吸塵器拿出來 我沒有把我的吸塵器拿出來 有人過來問過耶 我不懂耶 為什麼有人要在直播 看別人家吸塵器 我記得之前也有一個人過來過 我也是覺得很好笑 就是 是要推銷吸塵器的人嗎 所以我這裡本身是有在做吸塵器的販售的啦 如果你不建議的話 可以參考我的主頁 我有添我的網址 可以給你吸塵器優惠的半價喔 我不知道 可能是賣吸塵器要推銷的 嫌我們家吸塵器很醜 我蠻好奇 如果 你們說那個人每 每次去直播間都會 要看別人家吸塵器 那真的有主播拿吸塵器出來給他看嗎 他是不是很難過 就是 他每次 他每次 去各 各直播間說想要看別人家吸塵器 然後都沒有人理他 如果我真的拿出來他 他就會很開心嗎 然後 還是他會說 那我可以看你家的笑把嗎 之類的 沒有吸塵器怎麼辦 他就會離開直播間啦 可是我剛剛一直沒有拿 他可能也離開了 有人真的拿吸塵器給他看 是成員嗎 還是別的直播主 這真的是傳說人物耶 怎麼大家都知道 吸塵器控也太 對啊我覺得 好Fashion喔 我都不知道 他就開始介紹了 你說拿出來的人 開始介紹他的吸塵器嗎 說不定要我放在合照會 怎麼可能那個人一看 就知道不是粉絲 也不可能來合照會的 就是藍葉配吸塵器的 好我下次拿出來給他看好了 可是他會纏傷我 那還是不要 還是不要好了 吸塵器哥 真的假的 為什麼你們都知道 好酷喔 去尋找下一台吸塵器 好吧 我把朋友們對吸塵器有特別執念 就跟你們對我的襪子有執念一樣 每次直播的時候 可以看一下Mina的襪子嗎 你們又知道我今天的襪子 多可愛喔 來殺時間 來殺時間 為什麼不好好跟我們聊天 為什麼要看別人家吸塵器 吸塵器當然有什麼好看 那我下次就說你要看吸塵器好 然後就拿出來 把吸塵器放在這 然後就離開了有沒有 可是可能真的有人 真的很喜歡看吸塵器吧 他會開始介紹吸塵器的小人 真的假的 大家想看的不是襪子 其實是腳趾 哈哈 不給你們看腳趾 看襪子感覺怪怪的 不會啊 我的襪子很可愛 你是不是剛剛沒看到 就給你看一次 但是我要轉過來 你們看 是咪咪 我是咪咪趴 好謝謝 就像爸爸喜歡當耳鸟 當耳誰沒有啊 誰沒有啊 每個人都有耳朵啊 咪咒兔子 哪裡有兔子啊 哪裡有兔子啊 我今天沒有兔子啊 咪咪的兔子喔 沒有兔子耶 我不是兔子 我是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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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兔子 我是... 我現在是小鹿 所以... 咪咪不會揍我 我不會痛 我不要 說不定腳底有 沒有 左腳踢右腳 大家 Mina已經是一個很同手同腳人 走路已經很長 左腳踩到右腳了 還要我的左腳踢尾的右腳 難怪我的腳天天都有瘀青 我看一下 欸 最近比較好 我有時候 早上突然都發現自己的腳有莫名的瘀青 我就覺得好恐怖 我想說 睡覺的時候奶奶是不是都偷打我 我是奶奶的兔子 不是 我是... 我是... 老鼠 長大的你 你是不玩玩家 你會長大了 後面的音箱是Bass的 吉他沒有音箱 我家沒有吉他音箱 因為我沒有電擊 只有木機 那我來唸今天的排名吧 要用Rap唸嗎 但我不知道怎麼唸欸 我真的沒有freestyle 我也不是什麼 我不是老舌歌手 抱歉 我不是個老舌歌手 突然有點想聽欸 我不是老舌歌手 歌名是有抱歉嗎 沒有 我不是老舌歌手 歌名是有抱歉嗎 Yo Yo 今天第13名是出風 12名來自太空的外太空 11名 微博 WEIBBB 第10名 從雲諾 Thank you You know Yeah 抱歉 我不是個老舌歌手 不能給你愛個燒餅 還有蟲捲 哈哈哈 也不太熟熟 欸不會歌詞了 好 今天來第9名 第9名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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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只有一個字 所以我只能把你名字念三次 第8名是 阿屁辣辣 第7名 高級教徒阿葬 第6名 可愛下跪的熊熊 第5名 有閃電的字號 同時也要 推可愛的唱鼠咪 第4名 正人 From Japan 第3名 沒有頭像的瑞龍 Thank you 瑞龍 第2名 蘿莉龍 不能給你愛的燒餅 他又充捲 鷹藥 今天 第1名 竟然是那個89 小千 天啊 Amazing 竟然是小千 謝謝小千 小千 你發財啦 好啦 我真的不是老舌歌手啦 我不會rap 好不好 好 我唱鼠咪啊 嘎嘎 我的老舌名字就叫唱鼠咪 Thank you 為什麼一定要用英文 ok dj drop the beat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Amazing My heart 其實我不太會唱這首 我只會抱起來 我不是個老舌歌手 以後可以都這樣 很累 然後我真的不是老舌歌 我亂唸的啦 我都沒有在 壓抑的 我不是個老舌歌手 我能跟你愛的超兵還有童卷 不太party也不太social 還算不錯 留下了IG 好啦 我真的不是老舌歌手啦 隨便亂唱的 我在亂唸了 好啦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 下一次直播是 明天晚上九點 大家掰掰 骨子裡還是有點音子的 對骨子裡有那個老舌魂 但是聲音沒有 我聲音並沒有 耶 大家爸爸 明天見 掰掰 白飯嗎 白雲農掰掰 空空掰掰 暗紅掰掰 永春掰掰 爸爸繼續上班 我上班加油 為什麼跟我說晚安 你們當然有點噁說晚安 是不是 好啦 大家掰掰囉 小鈴鐺 小鈴鐺 小鈺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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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趕快掰了 不然我聽到這首歌我又會 不想關台了 哈哈 YOYOYO 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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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鈴鐺